第一是前女友 第二是姐姐 还有别的吗 有 因为我白天台车嘛 七点来钟 完了到晚上我就老早就睡了 八有点钟 刚睡挺香的 电话响了 我一接 喂 挂了 等他一接呢 人有说有笑的跑阳台了 委层间去聊去 一聊聊那么长时间 完了还不是说今天打明天不打了 还整个天天打电话 哥谁谁能受得了啊 最起码 这个接电话是一个礼貌的 人最起码 什么礼貌 半夜十点天天打电话正常吗 你说我不接电话吧 他一直想 我接电话吧 怕营养养养的休息 跑洋台 跑委层间 医疗还可高兴了 有说有笑的 像他们是不提 像我是多余的似的 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他这段时间就是 以前处过一段时间 也是我以前一个女朋友 处过一段时间 他现在就是 就是说是感觉 当初我们分手的时候 他把我甩了 把我甩了之后又去和别人去处 感觉说我没有 别人没有 我对他好怎么的呢 所以现在就想以前怎么怎么的呢 我说我现在都结婚了 孩子都十多岁了 不可能说再有以前的那种情况 但是呢 他就 晚上一喝多了 一到两三分钟就打电话 就喝了 我把他这个电话挂了呢 他换别人电话打 因为他那个厂哥 朋友特别多 谁电话都有 我不能挨个电话 就给他拉着黑门来 想了之后呢 我要不接的话 他一着想 人在喝多的情况下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你说我要接电话吧 在他 怕营养的休息 我只能说跑到外面去 这个事情呢 他就感觉 好像是我跟他真有什么事 你这跟他解释过吗 我解释他都不听 他就一门仙子 一门仙子就仙子 我跟他有事 好 明白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求假一笑老师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作为女性 我特别想说 我特别痛恨男人接电话的时候 鬼鬼祟祟地到厕所 到阳台 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先生跟我在一起 这么多年 他永远电话会当着我接 除非什么时候呢 孩子旁边吵 然后跟这边说 不好意思 我孩子吵 我现在给你换个地方 然后给我打个招呼过去 我觉得你坦坦荡荡交代一句 没有关系 比如说你跟你电话那边说 不好意思 我太太休息了 我现在你等一下 我到阳台就跟你说 你有这句话 我想你太太也不会这么难过 所以说你所有做的一切 是他造成今天 他不信任你的基础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伤害他 你只是想我方便 我舒服 甚至于男人 其实我能理解男人 是很喜欢女性 对他的这种依赖感 好感 或者是这种隐隐约约 这种透露出来的这种倾慕的 你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你享受你那个姐姐 拿你当弟弟 这种男女之间说不清楚的东西 你也享受你的那个前女友 在她脆弱的时候向你求助 但是事实上在生活中 你都不是他们的选择 你选择的是你太太 但是你在跟他们的这个相处中 没有考虑你太太的感受 你只考虑了你的感受 所以孙先生我觉得你在婚姻之中的界限感 处理的不好 人和人是要有界限的 不管是跟异性 是跟父母 你要知道你生活的核心是你跟你太太 而我们听下来太多的是 你照顾父母的感受 照顾客户的感受 照顾你前女友和姐姐的感受 但是你太太一直在努力的 她记账 她送货 她去做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后再顾着这个家 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离婚 在你想要的时候陪你复婚 所以孙先生如果你真的很爱你太太 你先要尝试着理解她所承受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太太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你真的跟她一条心的话 她会给你机会的 好 谢谢 谢谢赵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